我的天哪 有人买榴莲的时候 老板送他一个榴莲捏捏乐 把它打开 没想到里面藏着价值连城的黄金榴莲 打开后还能看到金色的果肉 据说带上它去找水果店老板 它会送你100斤榴莲 我没看错吧 榴莲店那里藏着黄金榴莲 打开后还能看见金色的果肉 重点是 带着它去找水果店老板 它就会送我100斤榴莲 那我岂不是可以实现 榴莲自有啦 走走走 小伙伴们榴莲这个买回来了 也就花了我这么多钱 嘿嘿 接不到吧 这三个榴莲只有一个是成熟的 其他还在生长阶段呢 虽然浑身长满了吃 但捏起来一点也不扎手 究竟了 我捡 一谢千里 我第一个就被我发现了吧 带它去洗一下 虚晃一腔 还以为是榴莲呢 结果是橘子 哇哦 咦 还有弹力的呢 来看看第二个榴莲 像不像生气的河豚 我开 掰开一看 黄金榴莲出来吧 咦咦 紫色的 原来是西瓜球啊 小伙伴 你们喜欢吃橘子还是西瓜呢 还剩最后一个了 快点给我点个小时鑫 增加一下游戏吧 成败在此一局 咦咦 咦 不对 你们看 好像是黄金榴莲 哇哇哇卢 真的是 终于见到它的卢山真面目了 打开看看有没有黄金果柚 真的可以打开 确实有两半果肉耶 金灿灿的 还可以拿出来 黄金榴莲终于被我找到了 去水果店找老板就有免费的榴莲吃了 喂 有我的快递 哦好 我现在去拿 等一下带她去水果店 黄金榴莲 带上她就可以去水果店免费吃榴莲 水果店根本没有免费榴莲 这个榴莲老板还收入我两百块